臨曉智 今天在港台節目表示 本港現時出現醫療事故 會有通報機制或調查 不過由於大陸醫護人員 沒有在香港註冊 若有病人投訴 本港醫委會無法嫁入 也不能進行紀錄言訊 據我理解 任何醫管局的僱員 如果在治療病人 上除非 這個事情是牽涉一些刑事事件 牽涉一些刑事事件 這方面就不可以醫管局處理了 否則醫管局 絕對是應該承擔責任 還有如果有什麼情況 真是當那個情況有文字的 或者其他賠償情況 醫管局是需要負最後的責任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 林志又在同一個節目表示 大陸醫護經緊急法內港 迴避了醫生註冊程序 據零消致了解 部分病人會由大陸醫護照顧 也沒有正式給了任何計劃 或者給了任何計劃 指引出來究竟 如何做這個協助 林消致還表示 大陸醫療人員雖然主要來自廣東 應該懂廣東話 但是兩地的醫療術語 及日常用語也有不同 在問取病歷方面 可能會有困難 而阿博館內容 很多用中文輸入醫療紀錄 但是病人出院的時候 要由香港醫護將有關記錄 轉為英文 並輸入至醫院聯網系統內